請收看尾心世界 尾心論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父 阿弥陀佛 院长 各位教授大德 各位同修大德 阿弥陀佛 我刚才坐在那边一直很紧张 心都不安静 就是师父讲的三清都做不到 没有好修养 因为就是怕校长 院长等一下会点名要不要做回忆 因为校长既仁慈又严格 被他点到了 我想我做一个很简单的回应 今天来参加这一次的延房文化跟汽油文化论坛 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敷衍 充满着法喜来参加 各位教授在发表他们的论文的时候 也是充满着法喜来聆听 心里很大的感动是我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因为昨天正好收到一本讲义 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他是讲说有一个人非常的烦恼 家庭的烦恼 事业的烦恼 乱七八糟一大堆事情都很烦恼 那么他就到庙里面找到一个修养很好的老方丈 那么要跟他诉苦 说要怎么办 那么这个老和尚正好从燕子里面 采了一桶的番茄回来 他说你提着这个番茄 你继续讲吧 结果他又讲了五分钟觉得很难过 那么要放下来 师父讲说不要 你继续提着再讲 后来实际上真的是太受不了了 后来师父讲说这时候你可以放下了 那么后来这个人有一点觉悟 这个师父是在教他呢 意思就是把你的烦恼心放下 我看到这个故事很感动 不过等到今天我坐在这边参加这一项研讨呢 我觉得放下自己的烦恼心其实是不过的 其实不过的 这个很了不起的 这个想今天见到师父 这个维心中里面呢 他对我们中国传承文化的这种重视他 并且是寻根素颜的来谈则宴皇以及自由的文化 那么在今天的讲话当中呢 得到很多的新的诠释 因为我们的教授们呢 有很好的学养 不只在想 我晓得有很多位像方老师 在义经新华上就跟师父有很好的学习跟修养 那么对于儒家对于朱子百家也都有很好的学养 本身又是教育学者心理学者 那其他的几位大师级的教授呢 也是同样的 那么他们共同为这个中华文化来寻根素颜 和师父共同来推动他 那我坐在那边呢 就传经讲说 这是很大的功德 就是共同 共转法轮 共推法轮 那么像我们第一篇是讲说 宴皇神龙呢 是华夏文明的推手 其实各位在座从师父到各位教授呢 以及各位同修大德呢 那么会来参加今天的这个文化论坛 那么并且很极力地来推动他 那这就是一个文明的推动的手 共同推动华人的手 所以向各位何时表示敬仰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我们看到五千年来文化的沉传 那么我刚才因为谈到这个心 放下一个心 或者要捡起来一个更了不起的心呢 因为师父在曾经提到他这个 我刚才除了很认真听演讲以外呢 那么也看到师父讲到这个心 他说心是不讲话的 心只有秉持着天地间的正气 一以贯之 所以意志大道呢 只有心 心是如来 心是佛 心是上帝 心是天尊 是这个意思 那么他讲说要真正了解到 才能够找到这个真的心 那从哪里去找这个真的心呢 他如果要从我们的文化道统里面 来寻找 那么 那么 这里面就是 今天的讨论呢 说明只是一场小小讨论 但是那将来的这种衍生呢 刺而不舍地 来推动它 所产生的影响呢 会非常的 深沿 人很混乱 很多的战乱 最重要恐怕要 跪于心 从心 从文化里面 来找一个根本的解决 那么 阿弥陀佛 那现在 我想恭请师傅呢 他呢在整个论坛呢 做一个简要的总结结论 请师傅 杨院长 演员长 黄院长 黄秘司长 黄教授 还有田立维 我们在座了 各位贵宾 尤其我们感恩 冯甲 这个东海大学 今天借我们这个这么好 这么设备完整的大礼堂 让我们从这一点来开始 点燃一展历史 未来五千年的光辉 在这东海大学 福如东海 就是我们的共同的生命 历史的生命是无量寿的 我们每个人的智慧生命也是无量寿的 我们所以今天来到东海大学 借用这个校地的大礼堂 我们已经借了四年了 明年我们还是在这里 我们也希望借着各位学者专家 都有个人个人的大智慧 历史以来潜藏的大智慧 这个玻璃制能够开发出来 刚才我们这个田立伟 他报告到一段 到河北着陆 为了寻这个根 吃油 他这个要盖一个吃油尺 有华人所要盖的 我去点了这个穴的时候 这个高度有差不多这么高 这么高 将近八米 当时我一条线牵好了 挖下去挖土地 挖到八米深的时候 既然里面有一个比人还高 圆圆白白的叫做太极 无喜生太极 太极生两鱼的太极 这太极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我把它拨开来 里面居然一个吃有的吃 这么厚的写一个吃有的吃 完全一样的吃有的这个吃 但是看到那时候我流泪流泪了 这个藏在这里几千万年 几亿年 你为什么会在里面写一个吃字在这边 而且这个吃字呢 是我们吃有的老祖宗 他告诉我说他要在这里建一个 他的祖宗庙 给未来的所有中华儿女 不分你我 大家和一个追根溯源 所以这个太极生两鱼 一善一恶 世间的事情都有两鱼 都有一善一恶 那么我们究竟要站在哪里 一以贯之的忠道 就是一 一 那我们在樊山吃有死的地方 就是立马关 当时吃油打败了 他的马死在山下 他往周家庄一边逃进去 还是被杀了 但是当时的历史上四五千年 就已经注定这个点在五千年后 他的这个点 他的忠实在那边 那么当时我这个地方点出来以后 村子的老人家 还有当地的书记 县长 市长们 告诉我 叔父啊 我们这里以前每年都有一个白龙的 这个奇迹的先人白龙 这个白龙会救人 哪里有的有病 他就去救他 所以这个白龙到底是哪一位 当我把这个太极打开来的时候 挖开来 看到一个赤字的时候 我心里想了 这是我们的老祖宗 吃油 老祖宗 虽然他的色身已经毁灭了 但是他的精神 皇帝 元帝 他们的色身也毁灭了 但是他们的生命 生命 他们的智慧 永远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我才决定 继续将赤油文化 这个里面一定有很深的内涵 这个赤字 这么大的人像大毛笔邪漏 赤字 那个太极是白的 那一个是中边又有框的吃 然后当地的总书记 左路的书记 他问我说 叔父啊 地球这么大 你不找 为什么你找到中国来 中国这么大 你哪里都不找 为什么你要找到河北来 他又问我说 河北这么大 那你哪里不找 你又偏偏偏找到左路来 左路那么大 桥山 皇帝崩 藏桥山的宝地 也找出来了 那么在赤油这个地方 这也是樊山的一个村 它这么大 你不找找到这里 山那么大 你又找到 不找你找到这个圆年这个点 他说 叔父你有这个天年吗 我说我没有天年 我是自己 我的心和血 我的生命 和我们的老祖宗 有一条脉 在感应 这就是这样而已 我并没有神通 只是一颗心 所以我现在在这里 请问各位 你们哪一位的 哪一位同修 你们没有幸吃过了 我相信每一位 历史以来五千年来 因为当时世事的变化 所以赤油 部落的所有的子子孙孙们 和我们原地 皇帝 一起通婚等等 血脉交流 到现在来 我相信各位 都也有吃油 是老祖宗 祖子孙孙们 共同的血脉 也有皇帝的共同血脉 也有原地的血脉 那么好了 既然有了我们心灵 任何人也没有办法去否认 我们的血脉 又有参杂的 参与的 融合的 吃油 原地 皇帝 山族的血脉 那么 基于这个原则 我今天呢 好就请所有的专家 我们的大菩萨 院长们 将我们老祖宗的 共同的文化 将老祖宗的智慧 一一的告诉各位 记住 我们的中文 是唯心中 万法唯心 唯心是中 若人离心 我们永远见不到自己 那么我们那颗心在哪里 要像阳光 就像刚才我们皇院长 告诉我们 原地是火德 火是无量光 无量光 那皇帝 他是有五个德 他呢 金木水我土 世间的春夏秋冬 世纪 我们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社 等等全部融会于皇帝 给我们理出一条 人生的大道 那持有 他是战神 告诉我们要有魄力 做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有魄力 即使做到错肘 我们还是要勇敢的走下去 回归到我们的福西 老祖宗福西寺 一话开天 一话永远是一 若是你有宗教的其他信仰 你一说我是空性 什么性 我什么 你还是一 一还是一 念头出来为一 所以各位 我们一话开天 是阳 是光 一话开天 是阳 是光 这个光 是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生命 我们永远远远不生不灭的 共同的生命为光 就是一 一则一言 一则里面 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生命 再话辟地 就是我们第二个念头 第二个念头 记住我们的心量 一定要向大地 所以我们在台湾最快土地 好多好多我们的同胞 都一直在嫌台湾最快土地不好住 嫌台湾最快土地不好 我说 各位啊 台湾最快土地 给我们撒尿 给我们大狡辩 给我们土壇 给我们糟蹋 给我们成长 给养活我们 甚至死了以后 我们还要找一块宝地 藏在这里 那你为什么 不愿意去感恩呢 这都是我们老祖宗 共同建设下来的 人间一块净土 所以今天呢 在这里 我们微信中的中文 我们大家都是 职业 在家都有事业的 每个礼拜一天的课程 大家共同来 训习 我们列祖列宗 呼吸老祖宗 给我们的 一话开天 再话辟地 人历其中 三才冠一 天地人 三才 活老为一 就是我们这一个 顶天立地 又正气的中华儿女 在这里祝福各位 大家记住 山主就是给我们 一个最大的启示 正气正义很重要 破例很重要 但是也要智慧 皇帝老祖宗 给我们的智慧 我们要学习智慧 原地 给我们的光明 给我们的心灵 给我们的每一个想念 一定要善结 就是光明 就是 无量光的 无量寿的生命 也叫做 各位 福如东海 在今天 我在这里 祝福各位 第一 你们的事业 福如东海 你们的思想智慧 如东海 各位 你们的生命 如东海 大家 能够奔着一个 东海 无量宽广 无量世界 那我相信 我们当下 未来 就是 静流离的世界 也是 清静人间 佛净土 在这里 我们谢谢 各位 教授 院长 袁院长 黄院长 今天很好 很凑巧 袁皇祖孙 袁院长 和黄院长 哈哈哈哈 共同来弘扬 维心中 万法维心 记住 万法维心 善恋 你的心 你就是佛 就是如来 就是上帝 就是天地 也是我们大家共同所追求的目的 维心中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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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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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